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到第二節的電影有毒 《阿基拉》我想都有好幾個世代的粉絲 新的如果你沒看過《阿基拉》 2020年是最適合看這部電影的 因為就自我所知 雖然說它特別場停了之後 其實它是打算公影的 值得的 不是,它是公影的 翻影過幾次 剛剛就是因為 年份這麼對證 它在東京又有展覽 想想一個大的級別 配合奧運又有很多聯成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特別會做的 因為它基本上 現在還有一個參試 因為我覺得 東京奧運會決定停 147日的期間 幾天 說2020要押後一年 但是其實呢 整件事發展 我看一些資料 就是2020年7月24日的8點鐘 就是這個東京奧運會的開幕 那個時刻 也是這個戲裡面最關鍵的那天 就是7月24日那天 就是一場大決鬥 那時候呢 我想大幼黑揚 我先看一下它 它就是 在那個 要reboot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外傳 或者有些事情 就回應那時期 還有我想呢 它始終呢 整個奧運延遲 但是它會不會呢 在那個會場做一些事情呢 其實怎樣都要做 是不是呢 做一些 自己日本運動會 怎樣都要做 不要理 不知道啊 那去回上一集呢 我問一個問題呢 那麼 在那個記憶裡面呢 就 阿楓呢 都記得的 那張偉紅呢 就立刻上網查 這個就是現在這些新世代的 哇 真是新世代 不是啊 你現在要 我們都要follow 我叫它叫做新世代 就是那個所謂新世代呢 是世代 不是說那些人 是世代的 那是現世代 現在你覺得有問題的就叫 嗯 那除了那部 在哪裏呢 就是 螢貓 龍貓 你先說龍貓 除了龍貓 剛才沒有 是啊 那第二 同事呢 就是這部 《再見螢火蟲》 那麼 《急撥力》的製作 高田芬的一部電影 那麼 有一個非常之 有人都覺得有問題的就是 剛剛現在都上架嘛 《急撥力》的那些動畫 《 Netflix》 《 Netflix》上架 竟然都留下了這部 並且他們特意不選這部 到底是日本人不選 還是美國人不選 是啊 就是不知道 很多人都說 喂 為什麼沒有這部的 這部是《急撥力》的那個 重要之作 也都是在那時候 《大有黑暗》 就在1988年的那個時期 他撞到的那些電影 在這裡說一說 看看你們有沒有興趣 有一個可能也有興趣 1988年有幾部 經典的日本動畫 那時候他上畫的 這部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性鬥士星矢之真雄之少年巡述》 是日常版來的 這個還沒有新世代 《性鬥士星矢》 除了《龍貓》和《營火蟲之舞》 還有《機動戰士》 《SD》金丹 有沒有看 都是1988年的 有一個可能漫畫 你們有看過 如果不喜歡看漫畫 你可能有看過 《雙聚一刻》 《原潔篇》 《雙聚一刻》 《雙聚一刻》 這個電視就看了很多集 有看 有看 那也是 《高橋留美子》 不要錯過了 1988年的時候 他撞到的 還有一部 還有一部 我很喜歡 我不知道這是否是壓井手做導演的 因為劇場版和電視 很多都是壓井手做編導的 就是《山天女復星》 《原潔篇》 有沒有看過《山天女復星》 阿林 沒有看過嗎 《珠星當》 你有沒有看過 《山天女復星》 可能動畫劇集 這相對 電視劇是有做的 那時候 亞洲電視就拿了一個版權做 而且他做的 是好笑的 其實故事是一集連一集有關聯的 但是他全部都散了 總之1988年就有這麼多電視劇 你剛才也說錯了 阿楓 你說《楓之谷》 《八四年》 你說錯了 是《八四年的》 好了 這樣就馬上 剛才也說了之後 你知道嗎 有條數有二十萬人之選 選亞基拉 你猜不到亞基拉排第幾 即是日本動畫 是的 日本本土動畫 一定是頭五名 二十萬人之選 不是第一都是三格 不是第一都是三格 或者是入十大 答案是錯的 你應該這樣就猜不到 他是排第四十五位 而你剛才也說的 龍貓 龍貓你猜排第幾位 當然是高一點 當然是入十大 但是第幾位 答案是第四位 然後就是飄寧宴 飄寧宴的劇場版 他很喜歡的就是第六位 但是舊的那個 新世紀福音戰士 你知道排第幾位嗎 排第七位 不如你馬上說 為什麼他排第四十五位 他排第四十五位 那第一是什麼 一百里面第一位 第一位是有 不是不是不是 為什麼他對我們來說 這麼低 你覺得是什麼 說起來 你會知道有超和動畫 你會看到選舉的那些人 你們都應該看過 就是《機動戰士跟擔》 排第一位 第二位其實我也很喜歡看 你也有看 不過香港不是很熱的 就叫做《魯斌三世》 有拍《真陽版》 那個是排第二位 就是這麼厲害的 那一部是 我心急想知道 為什麼他四十五位 不是 你會看到那個方向 因為是投票 來的 第三位就是《叮當》 《多麗夢》 就是排第三 《明珠》也是第四 《宇宙戰爭》 《大和好》也是第五 其實相比之下 因為《阿基拉》 他不是一個延續的故事 就是one off 不是延續故事 還有他那個 他一說的時候 他當時 他也是從這一說 很新銳的 那我們去快一點 會不會 阿基拉的那條命水 是影響西方的 你看《The Matrix》 你看 甚至2020 都有阿基拉的影響 反而他那件事 就跟西方對話 不止的 因為他最主要 你會看到他有那個漫畫 他都英文版 都翻譯了 但是阿基拉 他是不是真的變得這麼厲害 其實你會看到 日本的那個叫做 動漫的文化 就很闊了 文藝片有一部 其實很經典 你們都不知道 就是巨人之星 打棒球那個 你們都可能沒看過 有一部我喜歡得很厲害 因為主題曲是 是紫山修斯填詞的 就是阿斯塔羅租 鐵拳王子 同導演 有沒有看過鐵拳王子 拍過很多部 這樣 算起來 還有阿柯南 其實排第十位 其實最主要 因為 大友黑羊 他是一個作者 你找他來研究 跟宮崎進 一起研究 都差不多了 因為他是屬於 平成的 漫畫的 那些新星 他是其中一個 他 押井手 是大哥 暗夜秀明 就是 平成 是平成派 所以 開始的時候 你們會看到 宮崎進 在日本 或者在世界裡 他都屬於新榮 那種人 相比之下 你不要以為 外國人 不喜歡看宮崎進 不喜歡看什麼 因為他改不了 那些 他怎麼改都改不了 他後來 阿基拉 他的地位 但他的地位 45 你不要以為 45 是低 因為他實在是 很多 很多 很多氣 回到 這個 大友黑羊 他既是一個漫畫家 然後他告訴你 動畫 他都很得的 但是 為何他得呢 他放在那個 就叫幻魔大戰 這個電影版 你有沒有看過 石之心 太郎 是啊 這個就是 你會看到 最特別的 你說他的營 像不像 大友黑羊 阿基拉的那些營 這個就是開頭 因為這部戲 當他找他做美術 美術顧問 去做的時候 他就做了這個 《漫魔大戰》 是跟石之心 張太郎 那種原本的 漫畫的形 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很寫實化的 而且那個效果 相當之好 我們其實都 都想著 試一下 可不可以 在2020 找這部戲 回來去做 很多人都有興趣去找 但是現在 都是先說的 有沒有看過這部戲 如果沒有的話 就等 因為這個導演 是一個台灣的 台灣裔的 日本電影 日本導演 林泰劉 林泰劉 是啊 哇 看過那些 你經常說的 你經常說這個叫什麼 那倒是 他叫做 林二恆 林二恆 《銀河之道999》 《火之鳥鳳凰編》 都是他做的 但是他呢 這部戲 找到《大有黑人》做造型設計 還有《大有黑人》做造型設計 還有《大有黑人》做完之後 那裡 他有個野心 我要拍一部我自己的電影 那就不說那麼多 這個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但給大家有一個前置的意思 跟著 還有有一部戲 我想問 有一個故事 剛才都找到 其實大家都很想他去拍 但到現在都還沒有拍的 或者他自己都不敢拍的 就是什麼呢 《同夢》 《大有黑人》 都有提過找版權 但是這個呢 基本上呢 都其實 其實是很適合的 《大有黑人》自己拍 但他是故意都不拍的 《大有黑人》說出來 還有一件事再補充一點點 因為《大有黑人》 他那個 《阿基拉》的那個 成就呢 雖然你說他排第四十五呢 就好像第一節 張偉雄都有提的 其實就發覺 如果你就這樣講故事來說 電影版是不完整的 但是有些東西很正 那些很正 我們現在都沒有進去 都沒有進去 我覺得這個 你這樣引起 可以講多些 《阿基拉》的東西 是啊 他是印發什麼呢 你想想 《鵬野壽明》 那種風格 其實都是很受他的影響 因為跟著呢 《黃立宇宙軍》 就是那些這一類的 很寫實 很細緻的 那些 日本動畫 就開始出來了 你會看到這種型的 譬如他全部很寫實的東西 那些 都做出來了 其實那時候 在日本來說 是一個很難 很難 還有那些技術 是完全跟超和時期的 那些漫畫世界 就不是那麼接近的 但是那時候 開始有些人 試這個 真的 所以這個 我想大家會有一個 叫做 認知 其實《大友黑羊》 和《阿基拉》 我都聽到很多人講 都是講這部戲 我們有很多其他節目都講 但是這些 你就當上 你會更加全面化去看《大友黑羊》 你們有沒有 比如《童夢》 你有沒有看《童夢》 你有沒有看《童夢》 如果沒有 那你講一點 你看那個漫畫的 《童夢》 初時 總之 跟著那個 我現在記得 有些畫面是很厲害的 就是一個 年輕人在一個屋邨 你知道漫畫可以用全面化 或者極度的環島 而《童夢》 那種 在現實 在日本的屋邨 然後 可以到一個叫做 就是《阿基拉》 你經常都見到 就是 只要那種心靈 那種心水 剩下 去到一個淪界點 那種毀滅 那種 是很厲害的 是 這件事情就是 《童夢》 和《阿基拉》 我覺得是 有相同的影響 的地方 《童夢》 有個主要是《童夢》 很短的 我記得就是 是單項盤 那就是 那個 反而那個 他的靜態 給了你的想像 更厲害 就是你很喜歡他 他整個那個 還有他 那個漫畫 很像電影感的 如果他 很多人都想 將他在香港拍 如果他在香港拍 那個屋邨 是哪個屋邨最好 每個屋邨都相差 每個屋邨都想 來那裡拍 是啊 每個都行 不過在松屋邨 舊的那個松屋邨 是最像的 很多人選 就是選《華富邨》 《華富邨》 《華富邨》 還有《華富邨》 山城的那種味道 強些 看《UFO》 就好些 《華富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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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安排 其實有更好的選擇 這個是有趣的 好了 一直回來 其實《華富邨》裡面 有很多東西說的 我想我們也拉闊 拉闊他裡面的那些元素來講 不是就這樣講 那個故事好 那麼簡單 好 我們第三節的 再跟大家講《華富邨》 來啦